大家好 欢迎收看彭宏基论中华智慧 我是彭宏基 拥有智慧才能够审时度势 知所取捨 自从2021年我在屈基TV开始拍摄 屈基头条和屈基论以来 得到港大观众的支持 我感到非常欣慰 所以在这里特别是冲心感谢大家 现在现代人很多都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分导 对于中文的古文往往感到有点疏离 所以错过了很多博大精深的中华智慧 所以我决定从2023年开始 开创一个新的平台 名为彭宏基论中华智慧 而我的专长和兴趣 是在中华文化和管理方面 重点是如何将中华文化的智慧 应用到日常的生活 还有管理好我们有限的资源 启迪人生 因为我们只能够活一次 如何才能够在有限的时空和资源之中 活出美满的人生 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梦想 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和体悟 让大家对人生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很多人就是说文化 但当你一问到他们一问 什么叫文化 什么是智慧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能够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案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什么是文化和智慧 在西方的角度 在不列颠百科传书 将这个文化定义为 总体的社会遗产 他就这样说的 他说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 这种体系往往为集体的成员所共有 包括这个集团的语言 传统 习惯和制度 包括了有激励作用的思想 信仰和价值 以及他们在这个物质工具和创造物中的体验 这样的定义 我觉得非常累積 我们回来看看中华文化的角度 我们中文是言简意害的 文化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文字教化 即是什么 用文明去教化它 用文去教化它 不服的就要去武去治它 我们说的是人民精神 另外孔永达的周易古义里面 他就说文化是什么 就是官乎人民以化性天下者 然圣人观察人民 即思书礼乐之谓 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 我们如果本身是真恩正要 官乎人民 看看天下的 看看所有的东西 然后好像思书礼乐 这些都是文化一部分 用这些方法去教这些人 于是天下就会大致 而在流向的说院里面说 聖人之治天下 先文德而后武武 凡武之兄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 然后加诸 即是什么 即使是聖人 他来管治天下 最重要是什么 要用文德 要用道德 要用文化 然后跟着呢 然后跟着呢 就要有这个武在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不服的话 你真的没得教 那些人 于是怎么办 一定要用武力在后面 告诉你 你不听话 这是不对的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对文化的定义 还有 余秋雨先生 他就说文化是什么 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 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 他通过积累和引导 是创建这个集体的人格 这种定义都不错 不过我的总结是什么 就是文化 其实就是生活 很简单 是在这个历史和环境的磨练之中 积累的生存智慧 是以不同的群体 就拥有不同的文化 而文化其实是什么 就是前人智慧的传承 什么是智慧 智慧的定义 可以从这个简单的看法 决断若智 简责若惟 明白一切的事相叫做智 量解一切的事理叫做惟 所以智和惟是不同的 所谓智慧 就在明瞭了事相和事理之后 能够可以在最适当的时候 作出明智的抉择 这个不是简单的 是要多年的修炼 经验和知识的累积 才可以达成的 文化修养和培育智慧 就是活出美满人生的第一步 在下一集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人生的智慧 我是彭宏基 我们下一集再见